我覺得非常遺憾 因為其實今年因為 就是類型非常的多元嘛 然後也因為這樣子 所以評審的口味也非常的分散 也會發現其實 每一部戲拿到的獎項 也都不是很多 華登是很棒的 我們很多評審也很喜歡 但最後投票的結果就是 很遺憾他一向都沒有 男女主角投票的過程嘛 然後差幾票啊什麼 我們沒有辦法用 減法來做選擇 因為每一位入圍者 都是非常棒的 所以後來我們就用 加法來做選擇 那比如說男主角 為什麼後來選了陳雅蘭 他身為女性 要扮演一位男性 他要做更多的功課 下足更多的功夫 尤其他是在這個傳統戲曲上 他做了了不起的傳承 然後他創作居家 所以也就是用這個加法 他就勝出 那他最後是以一票之顯勝 勝了朱宣揚 女主角的部分也真的很難選 因為在這個評選的過程中 我們甚至有評審提議說 是不是可以雙蛋黃 林心如跟楊錦華 也有評審這麼建議 那只是幾輪的投票之後 這個建議就破局了 謝宇軒能夠勝出是因為 我覺得可能是因為 他入圍兩部戲 那我們可以看見一位演員 他可以在這個喜劇裡面 用一種比較誇事的方法來演出 然後在四樓的天堂裡面 他又可以演一個心理學者 然後還一個人扮演三種身份 所以呢 可以看見一個演員 他的這個廣度跟他的range有多大 所以他其實也是顯勝的 他就跟楊錦華就是差一票 戲劇獎是最難投的一個獎項 我們也是經過很長的討論 那一樣就是一開始 我們的票源是非常分散 因為今年的類型真的太多了 那我想最後就是查金跟斯卡羅 那斯卡羅也是顯勝一票 因為他 我們覺得斯卡羅在這個 大和聚的這個呈現上 為台灣建立了一個新的標杆 所以斯卡羅就顯勝一票 說明天堂